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是四月份是梅雨 梅雨的话是细细的小小的 没有在六月是狂雨 这叫暴雨 那当然就是说回到台北股市的话 其实你只要回去想 就是说这个震荡的一个剧烈 它是会发生的 昨天呢 君不见昨日的可步 昨日开平高走高之后 打到相对的低点就是519点 那结果再收上去 一个震荡等于是来回震荡 是1000点以上 这昨天 好 我把它给大家看清楚 这昨天 那我跟各位谈了就几个重点 以后每一次 大盘这样震荡震荡 这个很剧烈的时候 就下沙的过程里面 你看的时候 你心里面 落差 对不对 你手上的个股 哇 我手上有股票 这样子 这样几叠 这个富逃之下无碗软 好的坏的都一定会有一些感触 感觉往下杀 对不对 当那个时候 一定会发生 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未来的震荡加剧 这种走势像昨天一样 输一个高到低 519点 一定会发生 好 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说 这样子剧烈的震荡 是给你一个机会 因为你要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要想两件事 联准会降息了没有 联准会 FED 美国FED 降息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降息 代表就说 2024年 是降息循环元年 到目前为止 大家认为的利多还没有发生 对吧 所以说台股不会有多反抗 那那个时候的急点 是各位的机会 第二个 你的持股比重 本来就应该要 要非常的 集中 不能搞一堆股票 或者是你资金持股比重满档 那这个集结对你来讲 绝对是不利的 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说面对台北股市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说是方向 持股不要那么多 资金提升 压回给各位的机会 可是每一个人在看昨天的时候 其实以后也发生的话 每一个人都看呆了 看呆就很麻烦了 好 我们先来看 我先谈我昨天做了什么动作 算了 我先跟各位谈这个好了 来了 先跟各位谈这个 你要玩波段拼波段是吧 要拼波段是吧 好 拼波段 我告诉各位 我的波段是怎么拼的 要讲波段 我要告诉各位 有本事向我看齐 有本事向我看齐 什么本事呢 开始 去年8月17号106.5的经历科 286.5去年的双十二卖出 106.5到286.5 这个是180块 180块 我们所拥有的价差的幅度 是高达169个percent 比照看齐 169个percent 10张180个房口袋 要玩波段 来 比照看齐 要来玩波段 对吧 我说波段给你规划 短线我也不会放过 169个percent的涨幅 169个percent的涨幅 169个percent的涨幅是什么概念 他一倍以上就多了69个percent 我们的经历科 来 比照办理 去年11月17号的省顿89块半 到今年的1月31号267块 这是177块半 177块半 这个我还从来没算过 我来拿个手机来跟各位来谈 我拿个手机来跟各位谈 177.5除上89.5 我现在郑重的跟各位谈 超过198个percent 比经历科169个percent还要高 198个percent 接近两倍 两倍是什么用意 你买了20块钱的成本 60块卖 我现在这不是跟你讲30%40% 我是在跟你讲169% 198%的 那我们波段来 比照办理 孔老师那你现在正在走的波段 有没有呢 还是一样比照办理 一定要比照办理的 这个必须要比照办理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扫一张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喜欢就是说是跟投资朋友谈 因为每个人投资朋友 你现在来到指数高档 你每个人都在害怕 这个高点是不是就是有多翻空的点 每个人都会这样认为 但是问题它不是这个样 2024年降级循环 这个元年这个降级还没有开始 11月5号川普要当选 还有一段时间 不要害怕 你现在等于是说自己挡自己 各位知道吗 你169个percent的经历科 你198个percent的身份 你都没来得及 各位你不要认为这个波段 三五天可以到达 其实它是需要时间 两个月到三个月 这个 我们的过程就是这个样 阿康老师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可不有破断 笑怎么可能 疯子 康老师那是以前的事 现在有没有还有没有 来 今年的4月25号 我们看到4月15号 4月15号跌286点 4月16号跌547点 4月19号跌774点 各位还记得4月中期一路下滑 对吧 有吧 我出手 没想到当天是一个所谓的反应利空 因为第一季EPS只有负四毛四 比去年第四季还要退化 比去年同期第一季还要烂 各位你可以看到 这上午8点52分 还没开盘之前 定价跌停板买进 买到了吧 买到了吧 好 来不用争 121.5到177.5 投资朋友们 121.5到177.5 这个价差是56块 56块你要算到几个percent的话 是46个percent 46个percent 克老师从什么时候到什么现在 4月16号到现在 7月10号 今天7月10号 4月16号到7月10号 56几 快三个月 那你要先问你自己有没有能耐可以报三个月的股票 或者是像以前金利科神科都一样的 你说报个三天五天 你要大破断的一个机会 没有啊 你要自己问自己你适不适合报破断 联雅 46 56块的价差 目前46个percent的 破断的 涨幅 对吧 这你知道的 我买进的时候 121.5 你不敢买吗 所以说我有46个percent 56块半的价差 你没有 因为你没有办法121.5 跌停 你怎么敢出手 前一天还放利空吗 是吗 56块 46个percent 你能够拥有的原因是在4月16号当天 你应可以4月15号当天 你可以用121块半买进 跌停你买进 你敢买进的才是你的 还要报到现在 还报到现在46个percent 好再来 这4月16号凶了 跌547点对吧 是跌547点对吧 4月16号预先规划点 为在8点44分出手 定一个价位177就是买进就对了 因为4月8号还有它的利控 4月8号利控 4月8号利控 EPS被外资往下砍了35个percent 对吧 利控之后 然后4月16号当天 以色列跟伊朗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互相报复 互相报复 所以说在前一天4月15号点286 第二天4月16号点547 8点40分出手 预先规划点位 177块好 177块到本坡的一个254.5的高点 是77块半的价差 寄出来咯 77块半咯 老师那幅度多少 44% 钢链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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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 没完哦 没完哦 没完 还没有完哦 还没涨 我短线十块钱的价差我也要 所以说你可以现在看到了就是说 这十块钱的短线价差 刚加上刚刚77块半 这总共87块半 合起来是将近50个percent 50个percent 还没涨哦 克老师这多久的时间 4月16号 4月16号 4月16号当天大点547点 4月16号到现在7月10号 你有没有能耐报 你没有能耐报的话 你不可能有波段 你不可能有波段 克老师我们现在天天就在想 这个市场上有谁可以报波段 那现在呢是在这个两万四千点 已经创了两万四千点高点 还有没有个股波段的 我告诉各位啊 我手上还有秘密武器没拿出来 我手上还有秘密武器 还不见光还没见到光 这种好的标的一定是跟自己的团队成员共享 我从来不会打狂语的 好我先来念一遍 我的经历科169个percent的价差 我的神盾198个percent 超过198个percent的价差 我的联雅 56块钱 46个percent的价差 我的利基 一次是177买的 一次是222买的 夯不郎当加起来87块半的价差 合起来将近50个percent的涨幅 你要玩波段你就知道该找谁了 我们这是层出不穷相关好的标的 哪怕来到两万四千点 我仍然有好的标的到现在还没有曝光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不喜欢破断吗 先问问自己可不可以报三个月 你不能报三个月的 来吧 昨天急速从高点到低点 急速下杀 一个小时跌了519点 对吧 来吧 我昨天跟各位谈了 我也没有币 在昨天7月9号 昨天去核大 这个时间年什么时候 10点08分57秒 各位看时间 10点08分57秒 当时杀在64块8 最低来到64块 顿得在那个地方 10点08分57秒 10点06分 趁下杀的时候 我们退休计划班 一个价位65块7买进 我都把它印出来 将来就是要跟各位谈 一个真正的分析师 一定要让团队成员 一定是要成交 你不能自爽 你的团队成员都没成交 你在那个地方搞 搞什么东西 也没有意义嘛 10点08分 各位都还有64块 你如果再往下到10点09分 我告诉各位 还有更低的63块半 这是昨天整体核达的走势 没有关系 我就用65块就行了 合理吧 合理吧 我这个没有要做破断 我没有要做破断 你昨天核大 你昨天核大这个时候 你是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这大盘了 对吧 你在想什么 核大开盘插一毛涨体 这核大 71块2 最高到73块8 涨停73块9 收在71块2 我随便买65块或65块以下 我用最高的成本65块跟你算 多少 超过10个percent 超过10个percent 你说孔老师 我没有办法报三四个月 我的资金部位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报三四个月 核大今天 等于是说从昨天的65块 我用最高的成本 来到今天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 价差14个percent 孔老师 你怎么会在极短线 拥有14个percent的价差 你问的好 你问的好 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喜欢最高 我孔祥词的操盘团队 就是喜欢低接 因为有低接 所以说才会有价差的竞争力 这我跟各位谈到了 这缺一不可 拥有个股的前瞻资讯 从量价结果筹码精算 寻求所谓低接布局的买点 然后拥有价差的竞争力 然后击杀成塔 得到稳稳的幸福 我的结论就会让我们的团队 成本稳稳的幸福 你说联雅 46个percent 对吧 你说利基 哈不让当随便加加 现在将近50个percent 现在有压力吗 我的团队成员现在有压力吗 有压力吗 你们看电视做伍料可以啊 那你们也认为利基跟联雅好 那去买没有关系啊 台湾我们的叫 我吓杀了是不是 吓杀了短线我也要啊 不然你试看看 联雅啪下去 我高不高兴 我高兴啊 我不仅破断要规划好 我短线架差 我更不会放过啊 来 那我何 孔老师大盘铁也都不怕 我说过2024年降息循环业年 到目前为止没有降息 利多没有发生 你不要担心 川普还没当选啊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这是1536核大 核大已经跟各位谈到了吧 真正现在目前机器人 关节手臂这个地方 机器人手臂 关节这个部分 关节手臂这个部分 出货来讲的话 是有一家 是有一家公司 叫蒙英科技 蒙英科技 直接就出货给 Tesla的 Optimus 二代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 谁投资的这家公司 蒙英科技 谁投资的 昨天就跟各位谈了 一档是蒙利 今天也来到涨停 就是4块6 持股占超过两成 另外 核大 我也跟核大讲过 这是一个股价位阶最低的 一档机器人的标的股 请问 请问 核大相关投资的 转投资的公司 是真正有出货给 Tesla 真正的机器人的 相关的关键零组件 人家在这个位置 它没有跌的话 反而还没有办法 创造14个percent的价差 投资朋友们 再来一档 我们说如果有的个股 它涨得实在是翻天了 你也没办法 你也没办法了 各位你看这都是月线了 涨得好厉害 3567 这个所谓亦冷 双向亦冷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 这个解决方案 齐阳跟相关的一些 跟我们的工研院 在做合作 当然这里面还有6125的广运 等等 2486的这个一全 等等都有合作 好股票 但是上在这个地方 每个人都有压力 每个人都有压力 好 那另外的话 8374 这个罗生 这个就是NVIDIA 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当时你看 罗生好犀利 机器人的概念股 你看长得那么 我也买不下手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可不可以买 投资这两家的 转投资的公司 持股都分别超过50%以上 那这样子的公司 如果位阶在低档 他昨天的几点 是不是给我的机会 是吗 那这是哪一家公司 有通吗 这是有通昨天的走势 开高之后 随着大盘震荡压回 对吧 收在824块6 最低来到823块8 同志朋友们 7月9号 一个价位 85块1 一定买到 一定买到 85块1的有通 今天最高到91块4 投资朋友们 这怎么算 汪不郎当都有8个percent 好 我现在结论来了 你要拨断还是短线价差 你要拨断的话 第一个你时间要久 而且你资金部位要够 拨断不是每个人 讲的都算的 都可以的 你资金部位不多的人 当然就不能抱拨断 你的周期 你的速度一定要频率 就比较高 然后你的价差的灵活度 要比较快 就只能说是一个短线的价差 而真正就是说 你资金部位少 要进入所谓有短线价差 很快的收益的话 就要靠大盘跌 震荡 我不要讲跌 跌的话 讲的太敏感 我说大盘就是要震荡 就像昨天高低 啪 519点 这个是最好的机会 而这样子的机会 其实昨天我说 我都在进股票 真正最大的前提是什么 我们持股比重 本来就很少 我们的资金部位比重 本来就很高 你在急跌的过程里面 你不想想看 你不出手 什么时候要出手 难道要追高吗 追高的话 你的价差 到底竞争力有多高 好 问题 所以说现在回到你自己身上 你资金不为大 想做波段的话 我有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见光的股票 你要不要 广告中电话 你好好利用 你如果手上只有 一百万两百万的资金的话 你要做极短线 极短线的话 你就要知道 是逢低布局 震荡压回 做低接 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团队 你应该知道是谁 孔相识的操盘团队 他是你的一个机会 可以赶上进度 震荡越大 我越高兴 而且控制好 持股比重 他是你赶上进度 唯一的机会 就是我们孔相识的操盘团队 广告中电话好好利用 我们进广告 记住 当你拿起电话来 做执行的动作的时候 代表你真正的认同了 孔相识的操盘团队 而你的财向 外向财富自由的机会 他怎么样 他来了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进广告带我来 要有赢家的DNA 就是说永远知道 就是说如何是在做低阶的动作里面 找寻找到好的个股 其实有等在那边 你并不是要急着出手 当机会来了 什么叫机会来 压回来的时候机会来 譬如说你看4月16号的利基 当天台北股市大跌了547点 对吧 利基是用跳空的方式下跌 看到吗 最低来到173 而能够拥有到目前为止 利基这样子的一个 接近49个percent 接近50个percent的价差 那是因为在这一天4月16号 你能够出手 4月25号 也是要反映联雅的利空 第一季赔四毛四 他来到跌停锁住 而在跌停锁住的时候 我们却在4月25号盘前指令 就用跌停价位开始迈进 而拥有联雅到目前为止 所拥有的一个 45个percent 44个percent的原因 那是因为在4月25号 我们能够出手买进 这联雅的位置 4月25号 这叫赢家的血统 永远没有办法改变 短线的价差 我也不放过 这昨天的何大 要出手啊 出手之后 65块用最高的成本来算 今天剩多少 现在是71块2 高点73块8 友同是不是也要出手 85块1 对吧 来到现在是多少 91块2 91块4 一通电话可以解决的问题 我让你赶上进度 迈向财富自由 广告中的电话好好利用 孔祥子的操盘团队 等你拨通电话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